提起M1坦克各位那是相当熟悉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苏联没解体的时候 美军曾经以M1坦克为基础 开发了一款异常变态的防空坦克 今天的大兵就和各位聊一聊防空版的 艾布拉姆斯M1 AGDS 对于美军的防空能力 大家普遍认为是得益于空军的强大 所以导致美国陆军并不是很重视野战防空作战 和俄军诸多装备了23毫米高射炮的防空导弹车相比 美国陆军似乎只有一种装在M113装甲车上的 6管20毫米火神炮而已 就连德国也装备了一流水准的 猎豹35毫米双管自走高射炮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主要原因就是苏联的解体 苏联解体之后 曾经可以和美空军旗鼓相当的苏联空军 也是随之烟消云算了 导致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 值得美国陆军重视的空中打击力量 即便现在的一些国家空军力量得以发展 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达到 突破美国空军防御伞的能力 不过当时在苏联空军的对峙之下 美陆军其实也是很重视野战防空的 因此也打造了一系列异常变态的防空坦克 二战后美军先后研制并且装备了M19 M42型等双联装40毫米自走高射炮 这两款自走高炮在上世纪50年代是属于世界领先水平 不过属于二战水平的M19 M42已经不能够满足上世纪60到70年代 美军也占防空需求了 因此美军又紧接着装备了带雷达的M163火神20毫米六管自走高炮 进一步提升了陆军对低空目标的打击效率 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 在苏联空中力量的压力之下 美国陆军认为自己过去的自走高炮 已经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保护自己头顶的天空了 于是在1974年 他们便开展了M247约克中式自走高炮的研制工作 根据资料显示 当时的M247约克中式采用了M48A1 或者是M48A2中型坦克底盘 以及两门伯夫斯公司的40毫米L70火炮 和F16上使用的APG66雷达的改进型组成 按照原定计划 美国陆军准备在1988年购买618辆约克中式 装备11个重型师和机械化步兵师师属防空系统 编制三个高炮连 每个连队配备12辆 但是由于这种自走高炮自身性能等问题 不得不在1985年宣布终止研制 这一下算是打乱了当时美国陆军的整体规划 毕竟时间都已经到80年代了 那时候的苏联空军对比美国空军虽然还是差了点 但是没有野战防空能力的M1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在当时的存活能力并不比后来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T-72是好多少 虽然此时的美陆军也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 谁都不会想到苏维埃的红色大厦会这么快就倒塌 因此在约克中式自走高炮下马之后呢 他们就立刻启动了全新的超级防空坦克研制计划 不过这次美军决定再也不选择老旧的M48坦克底盘了 而是在刚刚完成实验的XM1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样车的基础上进行研制 当时美军曾经先后设计了多种基于XM1主战坦克底盘的防空坦克的方案 分别采用40毫米机炮和35毫米机炮 而这些设计方案也被统一称为M1AGDS自走高炮系统 从外形上看 M1AGDS的第一种设计方案 有点像俄罗斯的通古斯卡防空车 采用炮塔两侧布置导弹和高炮的样式 而另一种方案则采用类似M1主战坦克的炮塔设计 将火炮、坦克、自卫机枪、雷达都整合在一起 成为真正的防空坦克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陆军这种防空坦克使用的导弹 使用了当时最新研制的阿达茨防空反坦克两用导弹 载弹量多达12枚火力异常强大 它能够击穿900到1300毫米厚的均质钢装甲 因为采用了M1主战坦克的底盘 所以M1AGDS拥有良好的机动性和防护能力 能够伴随着美军重型装甲部队突进 而且成员也不用再担心自身的安全问题 但外形炫酷火力凶猛的M1AGDS自走高炮系统 仅停留在方案设计和模型制作上 苏联就解体了 也就是说 当时美国陆军准备系统性发展防空坦克的时候 再也没有能够威胁到美军的空中力量了 最终防空版的M1和很多冷战项目一起被砍掉 此后美军在野战防空上再也没有花费更大的力气 现在美国陆军仅装备了复仇者这样级别的轻型防空车辆 那么未来在野战防空力量上 他们还是否会发展自走高炮这类装备吗 近些年来 美军新型野战防空系统尚未研制出来 旧的已经面临淘汰 为了避免出现装备真空 所以美国陆军只能退而求其次 以列装不久的FIM-92独刺地空导弹为基础 研制出复仇者前沿区域防空系统 但是复仇者其实是比较简陋的一款装备 相当于在汉马越野车的基础上 搭配8枚独刺地空导弹和一艇进防机枪 且不说越野速度是跟不上主战坦克 它甚至毫无装甲防护能力 因此在装备部队后 美军地面部队遭遇空中威胁 第一反应还是呼叫空中支援 于是美军开始重新考虑地面防空能力的建设 构建新的野战防空系统 2018年美国陆军正式启动M-12的项目 计划为旅籍战斗队提供针对无人机 旋翼固定翼飞机火箭弹和迫击炮弹等 野战伴随防空能力 该项目一经提出 便吸引了不少军工巨头参与竞标 最终意大利莱安纳多公司的设计方案胜出 2020年10月 通用动力公司收到了一份价值 约12亿美元的合同 将莱安纳多的公司设计的防空炮塔 集成到斯崔克装甲车底盘上 成为美国陆军生产的M-12的野战防空系统 简单来说 这个新的野战防空系统 就是在斯崔克装甲车的基础上 配备综合防空炮塔 炮塔中央有一门30毫米的M-230机炮 和一挺7.62毫米的M-240并列机枪 主要用于战车自卫 防空武器则是一套四连装独次红外制导地空导弹 和一套两连装长弓地狱火 毫米波反坦克导弹 分别位于炮塔左右两侧 虽然独次的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 是一款比较老的装备 但是经过美军不断的升级 通过加装红外导引头和数据链等部件 打击无人机等低慢小的空中目标比较好用 而长弓地狱火则是地狱火的升级版 最大特点是换装了毫米波雷达导引头 具备发射后不管和多目标打击能力 可以拦截火箭弹 迫击炮弹和无人机等 由于采用的是反坦克导弹弹体 导致机动性不足 因此除了毒刺和长弓地狱火外 美国陆军还在为新的野战防空系统 开发更多的先进导弹 例如洛马公司正在研制的未来拦截导弹 弹长1.8米 弹径127毫米 比长弓地狱火射程更远 能拦截具备高速高机动性的空中目标 并通过大量微型侧推火箭发动机 对导弹飞行姿态进行快速调整 因此机动性较强 能有效地应对传统和非传统空中威胁 与简陋的复仇者不同 新型炮塔上有一套综合光电传感系统 用于目标捕获和态势感知 车体上部四周还布置有四台 小型固态有源相控阵雷达 与传统自走高炮顶部旋转雷达相比呢 这种雷达是没有复杂沉重的旋转结构 适合安装在搭载能力不强的轮式装甲车上 缺点是安装高度较低 探测距离有限 而且存在探测盲区 总体来说呢 M12的野战防空系统 凭借着斯崔克装甲车 拥有良好的机动性和一定的防护能力 并且能伴随美国陆军旅籍战斗队 遂行野战防空作战 也能够作为基地防御体系一环 进行要地防空作战 然而这次美军重建野战防空系统 主要还是以防空导弹作为主要拦截手段 并没有让M1AGDS这种炮弹合一的防空战车重生 美国陆军野战防空的装备体系 也没有明显的改善 只能在低强度的战场使用 所以大兵还是认为 未来美军还是会发展自走高炮此类装备的 因为高射炮的作用 无论现代防空导弹再先进 都无法彻底取代 为什么大兵会这么说呢 别着急 咱们接着往下看 首先要提一下防空 自从作战飞机问世以来 地面部队和海上舰艇部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随即就诞生了高射炮 而这些高炮呢 也是一代比一代强 二战期间 防空高炮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大小口径的都有 并且创造了很大的战果 其中最知名的 就属二战德国的88炮 能打飞机还能反坦克 成了当时盟军地面部队和轰炸机部队 最恐惧的武器之一 直到后来出现了 比防空高炮威力还大的武器 那就是防空导弹 它的出现是一下子 就把高炮给比了下去 打得更远 射程动不动就高达100到200公里 打得也更准 能追着战机满天跑 同时威力也更大 一发足以重创或者击落作战飞机 因此也有人说 防空导弹基本可以替代防空高炮了 不过防空系统中的高射炮 虽然相对比较老 弹药呢也没有精确打击能力 但是却依旧在各国陆军中存在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防空导弹它毕竟不是万能的 不能保证百分百全部击中来袭目标 难免会有漏网之余 目前防空导弹精确制导能力已经很高了 但是如果在防不住的情况下 尤其是战机近在直尺的时候 高射炮的威力就能显示出来了 因为它并没有精确命中的要求 在使用时只需要集中火力向某一个高度或者某一片空域不停地开火 形成弹幕 就可以拦截距离较近的攻击者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防空高炮并没有失去作用 反而成为了现代防空导弹最有效的火力补充 这也是高射炮部队一直存在且不断发展的原因 其次就是现代科技的进步 防空高炮的整体技术也得到了质的发展 不仅仅是机动性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在火控系统 状态监控 精确起爆 甚至在先进的信息化体系方面 防空高炮已经可以随意应对在低空飞行的超音速战斗机了 甚至能够对付隐身目标 比如号称比坦克还贵的35毫米防空炮 脉冲多普勒搜索雷达 火控跟踪雷达和相对独立的光电系统 这类防空炮代表呢 有德国猎豹自行防空高炮 日本的87式自行高炮等 同时弹药也非常先进 以瑞士奥瑞钢公司研制的天顿防空系统为例 除了正常的穿甲弹 高爆弹之外 使用AHEAD可编程弹药时 弹丸追踪目标的时间都能够控制 具备相当高的打击水平 能够拦截导弹等小型高速来袭目标 作战效能非常高 所以在并不能精确锁定来袭目标的情况下 高射炮确实是一个有效的防空手段之一 填补了防空导弹的短处 成为现代防空系统关键一环 而高射炮除了能在防空系统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外 同样也能对付地面目标 举个例子 如果己方地面作战人员在搜索敌人的时候 遇到了狙击手 但是己方呢 并没有配置狙击手反击 步枪的射程 那肯定是打不到的 这时候就可以让一个士兵架起防空炮 朝着敌方狙击手隐秘的大概方位 一阵扫射 从而消除隐患 再比如35毫米的高射炮 一旦转化为平射模式 将可以伏击敌方正在进攻的坦克阵地 彻底摧毁对手的进攻 因为它平射的威力 目前大多数的坦克都承受不了 那就更别提步兵战车 其他军用车辆等防护性能 更低一个档次的武器装备了 最后就是各国目前仍然在发展的无人机 成本低廉 而且不会损耗兵力 能组成编队 成群来攻击 防空系统想要拦截 那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因为现代装备的性能越来越强 成本也是跟着一路上涨 在战争中 不管是击落对方还是被击落 都要付出大量财力 炮弹一响 黄金万两 这句形容呢 就是相当铁切 而高射炮则不用担心 炮弹成本远远低于防空导弹 所以防空高炮和防空导弹的结合 才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咱们上面提到的M1AGDS自走高射炮 就是一个好的答案 既有高射炮 又有导弹 炮弹合一作为一个独立作战的防空武器来使用 只可惜每等造出实体车 冷战就已经结束了 项目也随之下马了 未来美军一定会继续发展炮弹合一的防空战车 因为防空导弹再先进 有高炮作为搭档 才能保证守护的天空能够万无一失 而且它的未来发展空间也很大 还会发展出更多的先进型号 各种口径都会有 能够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威力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有想看的武器 欢迎留言讨论 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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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逢阅 4 转犯 3 转型 北达 订阅 4 转型 鸟尾